一個簡約斯文有氣質的款式 這個的確是挺平衡的 但它的布質是非常滿意的 因為它的布料是很薄身的麻綿料 很適合香港穿 透氣度高 它薄身 顏色是一個帶一點灰色彩色的面色 這個是橫色 淺橫色 是一個橫色的風格 手袖口也有點低 給大家看 有點低 但其實它這裡已經加多了一層 你見到加多了一層 所以其實也是有照顧到的 不過只不過都是我的打底比較高 所以都算是一個安心的細節位 都放心的 是一個挺簡約的一個風格 那這一種的Cutting 其實都出現過 在不同的布質上 當然啦 這個款它都算是韓國 其中一個很主打的一個設計 因為都是簡約二襯 它在手袖口 玩一點點Ruffle 沒有薄或線 整個線條感是很流暢 已經是一個非常百搭的項目 用於不同的布質上 就帶出不同的觀感 那當然它很滑身 很斯文的布料 一定是側向了斯文 那這一隻呢 是一個麻眠的布料 那所以 那感覺是可以搭到少少 度假風 啊 chill一點啊 casual一點的單品之餘 亦都可以按回 它本身的Style的設計 去搭相應的斯文的款式 那也是沒問題 那我所以覺得這個是 可以 多一點 多一點的風格 因為它本身的款 設計已經是 有一個斯文一點的觀感 那它用了一個麻眠的布料 的時候 也可以拿著麻眠布料 配襯的Style 這個都不錯的 不過我衣服是挺漂亮的 衣服是挺漂亮的 那我衣服多一點 有sexual return bell 那這樣 那當然啦 我現在這一種的 我現在這一個的Outfit 是想執向於Casual多一點的 因為那個Style上 已經是有一個斯文一點的觀感 配搭出來了 那因為布質的關係 那我想搭配 嗯 自動配備 那我就搭配一枚媽眠的短褲 那這個媽眠的短褲 而這個媽眠的短褲 也是一個斯文的款式 או滷esi 或者另外一種質地的布料 那我覺得這兩隻是組合得很好看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也是有一個獨矩風出向來說 那這種都會很舒服 對 很合香香 谢谢大家